我剛剛才問文強說 你這樣看嗎 他說有一點 但是我堅持 我終於知道他為什麼一定要穿著格子襯衫牛仔褲 因為他今天要當牧村文強 對不對 是不是 帥不出來 我戴衣帽什麼 應該戴那個紳士帽的行李 太像了 他其實這個 別號很多對不對 有牧村文強還有什麼 還有咧 文清界的什麼 是你 真的嗎 他不是也是憲哥嗎 很會講笑話就對了 今天我們的文強特別來到 聽說這是你的人生當中第一場的簽唱會 對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人生會辦簽唱會這種東西 真的假的 我們這種就玩樂團的啊 然後就是 就簽唱會好變扭 他又在 我跟你講他又在故作堅強了對不對 他就是要當一個這個戲劇人生 其實今天我們的文強特別來到了台中年貨大街 一中間的年貨大街 要把他最棒的 我這樣把你插到嗎 不會啦 應該快開槓然後讓他setting一下他的吉他 他還有另外一個綽號就是 吉他王子 什麼時候的事情 我今天幫你取的 真的喔 因為我發現你彈著吉他比木村拓展還要帥 真的因為肚子有遮住對不對 對 沒有啦 你根本沒肚子 其實 我講很有才華對不對 他這一張專輯總共有 六首 很好聽的歌 而且太厲害了 這麼年輕的朋友他居然可以每一首詞跟曲都出自自己的創作 真的很厲害 他不僅僅是 要看他嗎 沒有啦 那在說什麼 你在專目取火是不是 不是在暖暖手 在暖暖手 而且要彈吉他那個手會更辛苦一點 今天 文強 你也有帶著你的專輯來對不對 有有今天有帶專輯 然後我們今天也有帶一些限量的 海報 海報 然後商品 然後今天買專輯的話我們會送海報 送完為止 因為我們就只有帶 就從台北下來不好帶那麼多 信量的 對 要講一下 因為我有follow你的Facebook 是 今天凌晨4點鐘的時候 我被搖醒 你還 你不是沒睡覺 沒有嗎 因為今天要你真的還會 對我被搖醒 因為我昨天住在台中 然後昨天住在12樓 很高樓 四點鐘我整個 對 想不到發生什麼事情 昨天四點鐘還在睡著舉手 哇 你們考試太累了還是怎樣 這個 其實那個震度真的蠻強的 真的 好幾個台中這邊 大家都平安 都平安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其實 文強的歌曲也很適合 特別是在我們這個 心情有點沮喪的時候 或者是開機的時候 都非常適合來聽聽 那種文強的歌 接下來呢 在 這個 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 我讓你趕快唱完 好嗎 趕快把台吉他這一段 趕快結束 他一直在專幕曲 第二首歌曲 文強帶來的是 文強帶來是上一張專輯的這把歌 叫做自卑 今天有帶對不對 今天有帶嗎 今天有帶 然後新專輯一下就要結合 購價是六百塊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大家可以 他今天還有一個 就是文強購物頻道的主持人 然後 一件 一件 多少錢 不要這樣 不要毀了你的文青 第一場接唱會 為什麼要變成 很奇怪 他的經紀人會混恨喔 為什麼毀了他的形象 好啦 我們把文青的形象 還給廖文強 來欣賞這一首 自卑 獎成歡迎 說明 恭喜 Dracula Có 末 天